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金火 我是蘑菇 那今天这期视频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 非常有干货的遮瑕大比拼 对 就是把我们手里所有的遮瑕产品都拿出来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非常直观的实测 然后会包括它的质地啊 还有遮瑕能力啊 包括一些防水的能力等等 然后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然后在看之前呢 还要在老生常谈一下 不要忘了给我们弹幕评论点赞 然后关注我们 那先见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手上的几款遮瑕 我们两个人都有呢 是NARS的这个 就是遮瑕膏 但是我们两个人色号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Vanilla 一个是Chantilly 然后我们一会儿会为大家进行一下试用 对 然后我们今天的遮瑕是 就是横跨评价 然后到贵妇的产品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参考性的 然后评价的呢 就是这个非常有名 这也是我们两个都有的 那个Maybelline的橡皮擦 然后这个我们也用了很长时间 然后还有像专门遮黑眼圈的 这个是这个Eat Cosmetics的 Baby Under Eye 然后还有这个Laura Mercy的2号的 嗯 这点取定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是欠币 嗯 欠币的这一个 就是像一个小广似的 然后它里面是那种 就是72像NARS的那个遮瑕 然后它里面也是一个就是小头 然后跟顺帽似的 然后你可以点上去 嗯 然后呢最后是这个贵妇的 CPB的 然后这个遮瑕膏的磅状的 嗯 这个航风也挺大 嗯 今天的产品呢就是横跨了 嗯 从就是这种液啊 然后到那种高 对 到膏啊 到这种磅啊 涂抹式的呀 什么的 就我觉得还挺齐全的 对 然后价格也就是快度比较大 对 那如果你要是想选择 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液状的 还是膏状的 还是磅状的 然后希望这支视频 都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就开始 好呗 我们现在手上画一些 眼线 对 我们画一些 你画这儿 这儿都没有那种 好 然后呢 首先我们先来试的是这个 嗯 蚊妮了 嗯 等于我们先试在这个 厚一点 厚吗 再来点 嗯 哦 这个真的好润啊 这个颜色 然后给它往下拍一拍 它延展性也不错 但是延展开了之后 遮瑕力 对 没有怎么变入 然后下一个就是 这个Shenfly的这个色号 这个就白一些 嗯 你那个Vanilla不要适合遮掩下 因为它叫翻橘 没有 是因为你手太白了 在别人的脸上 Vanilla已经非常白了 请大家参考 不要以这个肤色为主 这个肤色非常非常非常的白 让我往下拍啊 嗯 就你可以看到它那个还是光泽多啊什么的 都还挺那个什么 对 就没有特别干 嗯 好 就是这个 不是 你往下拍的时候就不要再站了 嗯 就是要看它那个延展 你的目标不是把它全盖上 擦了擦了 这个 这个的头特别的粗 粗 那你呢 嗯 这个你感觉就是会很厚的那种 它就是属于液体了 嗯 遮瑕液了 然后这块我们把它拍开 就是你看它如果涂很厚的话 就是完全能够遮住 嗯 那这也太厚了 然后 哦 这个遮瑕液真的很好 嗯 我给它就是这样滑下来 它也可以遮得住 而且它我觉得延展性 就还可以延得特别特别长 嗯 这个不错 那这个也是因为就是用量 对 用量比较多 特别大 就是如果要是就这样拍开的话 对 你要给它拍到 就是比如说脸上正常的厚度 它也是什么样的 我个参考 OK 哎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嗯 很高 下一个 这个是Ten B的 嗯 但是感觉它还挺润的 对 然后它的颜色会有一点橘调 嗯 有点粉橘 对 有点粉色系 嗯 然后下一个呢 是这个 嗯 这个Laramacy 二号色 嗯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 嗯 这个真的好绝 这个真的好绝 这个就是完全用来遮黑眼圈的那个 霞就是遮不太少 嗯 嗯 因为它太润了 都是有 相机它在拧 一直拧 这个色号是 very clear 好 就是这个样子 它还是就是比较白净的一个色 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这个 It Cosmetics的这个 这个也是很水润 很遮 对 你要用拍的 你不要用抹的 好 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最后的这个CPB 这就是在外面涂 这个很干 这个很干 对 这个明显能感觉到就在拉扯皮肤 对 然后它的质地也能感觉到就是凸显了皮肤的纹路 对 然后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七款遮瑕膏 就目前来看这个是最干的 然后这两个是比较水润的 这个是千臂的 然后这个是 Laura Massey的 然后遮瑕也来看千臂也很高 对 然后这个也很高 然后这两个也太高 这两个呢 这个是啥来着 这个是It Cosmetics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几个颜色 像这个Laura Massey的和这个It Cosmetics的 因为它们都是为了遮眼下的 所以整体都比较偏橘 然后像这个千臂的和美宝莲的这个什么Fair Clear 它们两个颜色都比较偏粉 然后就还就挺适合比较白的冷皮的人 然后像这个CPB的 这是Avery色号和这个Vanilla 它们两个都是就是黄调的 对 就是可能大众比较适合的这种颜色 然后像这个Chantley就属于比较白的 对 然后就适合那种特别白皙的皮肤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适合白皙的皮肤 行呗 然后现在就看起来像Nars 这个本来就是很干 我们就不讨论它了 像Nars还有这个 橡皮擦 对 橡皮擦都干的特别的快 Nars基本上这些边缘都已经完全的抓在了皮肤上 因为像这个都是高铁 然后要不然就是橡皮擦这种也是 因为它有那个橡皮嘛 然后就会没有那么的 对 然后像这个Laura Massey呢 它跟Nars其实都是高 但是它就会比Nars油热很多 然后我们现在拿手蹭一下 看一下它的持妆的 感觉好像Nars的这两个 就像Nars我觉得Nars的这个就是扒的还黑 对 就是已经 像这边就感觉移动的就比较多 然后像这两个就扒的还比较紧了 对 扒的比较紧了 所以这么看我们还蛮推荐 但是这个推开了之后 黑的就露出来的比较多 对 就没有那么的遮了 这个 好呗 然后我们一会儿再看看 我们去冲一下水 对 然后看一下它们就是防汗啊什么的东西 我们冲水回来了 感觉这边水冲的感觉大家的表现很坚挺 对 都挺好的 感觉那个CPB那个真的是干了 但它尤其好 对 就是好像完全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假如你就是那种需要特别实装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它 而且假如你是油皮不怕它干的话 它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然后就是还是这个 Laura Masi这个比较润的 掉的是比较明显一点 其他的我觉得都OK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遮夹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这个眼线还是挺牛逼的 这么一顿折腾 仍然非常的坚挺 眼线情认准Fondation FOMI 对 然后呢 我们手里的这些都是我们陆陆续续买的 都用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我们也除了就是这些明显的 就是在手上的手臂试色 还有一些我们个人的使用感受 比如说像NARS的这个 其实就是假如你在家的话 我觉得用着还挺好的 但是比如说你要把它带出去 你就没法带一个刷子 然后你拿手抠呢 虽然我日常就也是拿手抠的 但是假如出去了的话 我就觉得就没有说像橡皮擦这种 就插插插两下 对 跟它本身就相当于自带刷子了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 它不是特别的省 就是它用的挺快的 对对对 而且它这个橡皮擦 其实我觉得就是相当 就在它这个价位 这个橡皮擦已经非常非常 就是CP值非常高了 但是有就是不太好的一点就是 它这个拧 你特别容易给它拧淤了 然后上面就会突然特别多 这半天也不出来 一出来就特多 然后它这个就是海绵头什么之类的 我也觉得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卫生 其实说说实话 其实都湿大大的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又捂在这儿 但是它确实是很方便 然后它遮瑕力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也都还不错 而且因为它的质地就还挺轻薄的 就有的时候 我都不是那种局部遮 就会大面积的就这样滑下来 就会假如你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就拿它做一个粉底的那种遮瑕的加强 就这一块我都会有的时候都会上 就是它还其实挺划算的 然后呢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是这个欠力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用 因为比如像我这个 就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一个包 然后用这个遮 因为它已经它其实它这个色号挺白的 但它就是也能够遮个就是挺强的 就是它这个遮盖地我觉得还真的不错 但它有一点是就是它这个头吧就有点太粗了 然后你就得给它就是再弄一下 然后对对对 而且它这个不会是像这个梅宝莲的这个 你给它虽然弄上去 但它因为是液体的它还是更水 你还是得用手给它再按进去啊什么的 我发现这种的头都好大 像那个榻上的去年特伙 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粗大的 他们可能就是有的外国人就是那种 这一块都上 就是比较方便 如果你要是想就是提亮眼下或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个还挺好的 像NARS呢就是很对得起它的这个名声 就是很正规中矩的好用 我觉得咱们今天这几个没什么雷 没什么雷 因为我们也是就是做了还挺多功课 然后去选的这些产品 就是如果你要是也想就是买它们或什么之类的 希望能够对你们有用 对就是根据你的预算啊 还有你的用途 你是遮黑眼圈比较多 遮斑比较多呀 还是做提亮啊 就根据你的需求可以在我们这些里面 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我们这期视频也不算白做 对 好呗那就这样 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 那希望你们能够多多跟我们的弹幕互动 嗯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这个视频 然后关注我们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公众号来的 对 然后就是像有一些链接什么的 我们能放就会放到这个公众号里啦 嗯 那就这样吧 拜拜 爱你们哦 嗯 嗯 哦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